你好 您先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編恩 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視頻的節目 我們這個節目希望能夠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到這個爭議性事件 背後一些制度結構 甚至是文化上面一些問題 讓我們再看一些社會議題 或是社會抗爭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在這個熱鬧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的背後的門道 我們在節目當中 其實也訪問過這個消防員 我們其實也很清楚知道 在這個消防體系當中 其實這些消防人員是非常非常辛苦 在他們的勞動條件設備上面 都受到嚴重的壓縮 但是前兩天其實發生了一件事情 也引發了一個爭議 這個事情是在於 日前在花蓮曾經有一名領友 這個救護技術證照 的EMT的證照救護人員 那他在執行這個勤務的時候 因為他手上有傷口 然後就跟一個有HIV的病患 有這個血液上面的接觸 不過這個病患並沒有主動的告訴他 他有感染的這個所謂HIV的這種情況 所以一直送到醫院 醫院才充施消防局 那消防局就發喊要求 這個疾管署去相關的處置 做出一些相關的回應 不過疾管署的回應 其實讓一些這個消防員 或是一些救護人員 是感到非常非常不滿的 所以就引發了一些爭議 那我們也想要從這件事情來看待 這個消防員本身的勞動權益 以及這個社會裡面 對於HIV的相關的認識 甚至在這些所謂的緊急 醫療救助的狀況底下 台灣的法規是不是足夠 是不是有一些還必須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就跟大家邀請到了 艾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秘書長 林依慧來跟我們一起聊這個話題 依慧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林依慧 因為我們在之前也曾經跟你談到過 我們聊到過有些有關 艾滋權益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不過這個議題本身跟艾滋 是權益 病患的權益有關 大家跟消防員的這些權益 這EMT的這個救護人員的權益 有很大的關聯性 各位請儀會先簡單來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的一個發生的背景 以及到目前為止 各方的意見跟看法是什麼 其實這個事件 一開始發生 就是最近這一波的這個事情 剛剛主持人 其實已經有跟大家做了一個描述 大概就是地方的消防隊員 在這個救護的過程裡面 有發生這個血液的接觸的狀況 那他後來有做了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後的預防性投藥 對已經有做了這樣 那只是就是對他來說 可能這件事情還是很辛苦的 然後他現在還在那個過程裡面這樣子 那當然這可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總之是因為這個地方 消防隊員的這件事情 所以當地的這個消防局 其實就有韓文來詢問說 是不是有這個能夠認定說這個EMT 就是我們稱叫做這個緊急救護員 是不是能夠認定EMT是醫療專業人員 因為我們的愛滋法規裡面有規定說 如果你是一個愛滋感染者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就必須告訴醫護人員 你有感染愛滋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愛滋法規規定的 所以假如EMT 被認定為醫療專業人員之一的的話 那按照這個規定 他就可以被適用 所以整個走下來的邏輯是這樣子 那 不過這個疾管署他的回應是說 這HIV感染者在於治療機構 這個治療時應該有告知病情的義務 但是不包含到院前緊急 救護的過程 這樣一個說法 是不是就把這個EMT的工作 或是消防員的救護工作 跟這個所謂的醫事人員 在醫院裡面所執行的這些業務 勤務是做區隔的呢 其實就我所知 這件事情還蠻 蠻妙的就是 醫事人員的認定 應該不是歸疾管署管了吧 因為疾管署的全名叫做疾病管制署 那 醫事人員的管轄的主管機關 應該是在衛福部的醫事司 應該是 對 也就是說呢 就醫療專業的這群人來說 他的主管機關應該不是疾管署才對 所以 疾管署 對 所以 EMT到底 他們受過的訓練 考過的執照這些東西 他們到底是不是 已被納入醫事專業人員的範疇 這件事情 理論上應該是醫事司的權責 應該是這樣才對吧 對 嗯 那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是 一個看到 疾管署去做這個回應 似乎 就疑惑的說法 其實並不符合他現在的這個位置 或是他的這個權限 不過回到這個 對不起 我插嘴一下 因為 我看到的那個韓文 疾管署回給內政部消防署的那個韓文 他寫的是說 依照現行的 也認定的醫事人員的範圍 並不包含EMT 對 那所以呢 依地方衛生局的來函說 這個 如果是 如果EMT可以是醫護專業人員 就可以試用艾滋條例的這個規定呢 就沒有辦法成立 因為前提不存在 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對 所以 所以疾管署不是在認定EMT 到底是或不是醫療人員 而是告訴他說 現在看起來你們不在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現在的規定好像用不到你們身上 這樣子 對 嗯 那所以這個當然就是在疾管署這邊的一個解釋 那怎麼去認定 可能還必須要經過其他的單位去認定嗎 或是要經過一個什麼樣的解釋的過程呢 呃 我沒有非常清楚 可是我很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這件事情不歸疾管署官 應該是一是四 對對 那只是說呢 以目前台灣的消防的這個系統來說呢 EMT也不歸醫師司管 它就是全部都在那個消防署下面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們變成是 呃 就是 就是 醫師司以外的另外一群在做 緊急醫療工作的人這樣 嗯 嗯 嗯 所以這個是現行的體制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四四以外 在另外有一群人在做這個事情 那待會兒我們也許再討論說 這樣的一個 呃這種所EMT跟消防 呃消防隊員的關係 或者在其他國家 他們怎麼去面臨到 他們在制度上面怎麼去解決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分工的問題等等 那其實回到這個事件的本身 這個事件的發生 它是一種普遍的狀況嗎 還是其實只是一個例外 呃 呃 是 我我應該這樣說就是 呃 我們也很感謝就是消防隊員 告訴我們很多實際現場的 雪玲玲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 呃 尤其是啊 就是 會需要出動到消防救護的 其實他 就事件來說 本身就已經都是 大部分都是意外事件了 這樣子 那在意外事件的現場 發生更意外的狀況 並不令人意外 對 所以 這一些警消人員 救護人員 他們有沒有可能面臨到 真的有可能感染艾滋的狀況 當然有可能啊 對 對 因為 任何狀況都有可能發生嘛 我們只能 就是很很概略的 這麼這麼描述它這樣子 對 那 所以我們 呃 沒有人可以打包票說 呃 什麼樣就一定怎麼樣這樣子 只是在意外發生的狀況的時候 台灣比較 呃 比較好的做法是 呃 也拜醫藥科技的進步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做投藥 那 起碼在艾滋這個疾病上面 是可以做預防性的投藥的 而且在台灣台灣做 呃 艾滋預防性投藥的效果 其實是 呃 就數字上來說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嗯 你的說 你說的預防性的投藥就是說 你可能被認為疑似 或你自己覺得會有這種 疑似被感染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要求做這種預防性的投藥 對對對 比如說我是一個 呃 消防隊員 我是一個EMT 我這一次的這個出勤過程 不管是這個扎到現場的碎玻璃 然後流下來的血到底是誰的 呃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 但也有可能是別人的 而那個別人可能是甲乙丙丁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沒有辦法搞清楚 對 那我 但我覺得 我覺得 這件事情 有可能會使我可能感染艾滋 那我就帶著那個碎玻璃上面 還有血的那個碎玻璃去找 有在看艾滋的感染科醫生 每個縣市都有 有在看艾滋的感染科醫生 然後就讓他們現場直接的檢查 那個 呃 遺留下來的碎玻璃上面的殘血 然後我自己現場我也抽一管血 然後醫生會判斷 從結果來判斷 然後我扎到的狀況 我是只有表皮 皮膚的表皮被擦破 還是進入了皮下組織真皮層 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直接進到了血管 或者什麼什麼 就是我受傷的程度 跟嚴重程度 跟範圍這一些的這樣子 那綜合評估之後呢 醫生如果認為 我真的有可能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狀況 而感染到艾滋的的話 他就會開藥給我吃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預防性頭藥 那 他要給我吃 我吃 整個要吃一個月 那 一個月之後我剛剛說的 就統計數字上面來看 台灣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是指說台灣從2007年開始 有提供醫護檢銷做這個 曝露後的這個預防性頭藥 就是300多人 累計到現在有300多人 那所有的人檢查 確認的結果 都是沒有感染艾滋的 對 所以包括這一次的EMT的這個人員 他其實也可以這樣的申請 那這個是一個普遍 大家都知道的這種狀況嗎 就是這個應該是要主動的告知 所有的這個警應銷人員 因為他們都在第一線上執行 那這個問題可能隨時都發生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預防性頭藥 是不是必然都告知 或者是有這個預防性頭藥 是不是就可以降低這個在心理上的恐懼了呢 兩個問題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都覺得這個資訊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個資訊呢 如果能夠 他其實需要非常被快速的利用 就是黃金頭藥期是72小時 就是從你扎到或者是碰到 有可能感染的狀況開始呢 72小時之內要去做這個預防性頭藥才有用 那如果你在時間再長一點點呢 最長最長不能超過一個禮拜 如果超過一個禮拜去做這個 就真的沒有機會了這樣子 對對對 那所以這個資訊其實對於醫護警銷來說 應該是很重要的資訊 我們當然希望每一位醫護警銷都要知道 只是聽起來好像還是 可能還是有一些人有遺漏這個資訊這樣子 對因為這段時間以來我們也收到非常多的回饋 那聽起來確實有一些基層的這個醫護警銷 可能對這方面其實是不清楚的 對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這個 所謂的預防性頭藥這件事情 它如果真的廣而被周知了 就是我們都確認它的普及率夠高 大家都知道了之後 它是不是能夠降低一定程度的擔心 跟這個恐懼 一定可以的 只是有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消除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是個問號 對 不會這個不會有後遺症 對對對 只不過呢 就是在那一個月的投藥期間內呢 因為那個只是說 你發生了這個狀況有可能感染 那可是也就表示也有可能是沒有感染的啊 對它就是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沒有這樣子 但所以你有一半的機會是在你 其實沒有感染的狀況之下去吃這個藥 所以你的體內其實並沒有艾滋病毒 但你吃了這個藥 所以你可能會產生比一般人更嚴重的 那一個月內的身體副作用 對對就是適應上會比較辛苦這樣子 那這個不過這也都是看人 只是說一開始如果你要做預防性頭藥的話 這些話醫生都已經會告訴你了 不過這個心理的負擔跟壓力應該一樣是很大 對對對 因為我們其實有知道有一些醫護警銷人員 醫生的專業評估是他不需要做預防性頭藥 可是因為他一定要 對那醫生就還是給他了 那他就吃了 可是我們可以這樣說 如果醫師專業評估之後 他連你有沒有需要進行預防性頭藥這件事情 都可以告訴你說你不用吃藥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相信一件事情 醫生就是在告訴你你沒有感染 你發生這樣子的事情不可能感染 他其實在表達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那只不過呢 大家可能還是非常非常擔心那個千萬分之一的機會 或者是不存在的千萬分之一的機會 所以還是一定要吃藥 那你就得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的體內就是沒有艾滋病毒 但是你吃了這個藥 所以你就會 比如說你的噁心反胃的這個狀況就會蠻嚴重的 你的身體虛弱的狀況會比一般人更嚴重 而這些身體上面的這些副作用 它會回頭來造成你心理上的壓力 因為你身體上的不舒服 會讓你反饋給自己產生一個感受就是 我可能是不是真的其實是有感染的 所以我現在身體變得這麼弱 但是其實不是 是因為你用沒有病毒的身體去吃藥 因為你會產生在心理上面連接 那不過即使如此 這所謂的預防性投藥其實也都是事後 那最少還是在事前怎麼去預防 或者是所謂的防止這個問題的發生 可是剛剛也會提到這種所謂的心理的狀態 他恐怕也是在台灣目前艾滋病 或是HIV感染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處境 就是他會有很多的恐懼 那即使在剛剛談到說 把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救護人員 放在這個醫治人員的這個範疇當中 並且事先告知 他就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跟他繼續討論這個相關的議題 歡迎您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圆載報新聞 即將邁入颱風季 然而到現在 勞工要放颱風架 依然缺乏法律層級明文保障 台灣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等多個團體 6月28日到勞動部前抗議 要求政府立法制定防災假 並希望在雇主強迫出勤時 發放兩倍薪資給勞工 根據過去兩年調查 有超過70%的百貨公司貴哥貴姐 在風災時仍然被要求出勤 其中應雇主要求冒險到班 在途中發生意外 或者超時工作的情況也屯出不窮 勞工團體表示 目前勞工放颱風架的依據 只有行政規則的層級 缺乏實質強制力 勞動部應該立法保障勞工的防災假 比照公務員在天災時無條件停止上班 新修正的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即將在8月1日上路 內容卻沒有針對兼任教師的續聘權 做具體規範 6月29日 包括世新大學在內 各校都未遭不續聘的 兼任教師以及生員學生 由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陪同 在教育部前 抗議新規定形同虛設 應該透過立法規範 避免學校任意解聘教師 影響學生的受教品質 過去將兼任教師 納入勞基法的呼聲 因為政府無意改革而日漸低迷 高教工會批評 今任教師的爭議問題遲遲沒有改善 要求高教師召開會議 受理全國個案 對此 高教師科長吳志偉承諾 將在7月底前統一安排陳情 6月27日 大觀社區自救會居民 針對阻攔行政院長坐車遺案召開記者會 今年5月4日 10名大觀社區自救會成員 因為在陳情時阻攔行政院長林全的坐車 遭警方依強制以及妨礙公務等罪名移送法辦 本週 台北地檢開偵查庭前 居民喊話 希望檢方能夠理解大觀社區的破遷困境 也有成員指控 此案明顯是國家利用司法手段 可對作為抗爭阻撓政策推動的人民 但他們並不會因此停止抗爭 歡迎再次回到災難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大元載報新聞當中 我們知道在28號早上 台灣專櫃 既銷售人員 產業公會 台灣青年勞動95聯盟 還有台灣鐵路 產業公會等等團體 寫到勞動部前去抗議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颱風 就快到了 那這個颱風架的議題 這個爭議一直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雖然有人會覺得說颱風的時候是賺到了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人他被迫或是必須要去上班 所以雖然我們的政府有所謂行政指導 層級的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 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的要點 也載明了勞工在天災為人出勤的狀況之下 雇主他不可以視為礦工 或者是不可以去扣發工資 可是這些東西對雇主似乎是缺乏了這個強制力 那甚至有很多在櫃員在通知 需要通知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不已經出門去工作了 所以其實也增加非常非常多的困擾跟危險 所以這些團體也到勞動部去要求 能夠去施行這個實際的這個有效的法則 那這是我們必須要再繼續 持續關心的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新聞的現象 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跟大家邀請到的是愛知權益 感染者權益出境會議的秘書長李一慧 會來跟我們談剛剛的話題 李一慧你好 主持人好 我們在上段節目當中有提到 其實在台灣非常大的 有關於現場救助的狀況 其實都是由消防人員在負責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剛剛也提到說在現行的法規 其實是可能會把這些人是排除在外 就是他們不認為是一種所謂的醫事人員 而可能只是一個救護人員 那但是再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底下 我們過去在訪問消防員的時候 也發現 我們整個的消防員的人力是不足 我們設備是不足的 那如果再讓他們再去承擔 這個所謂的救護的責任 會不會讓消防員的這個 所謂的身心俱疲 而且陷入在一個更大的危險當中 我不曉得國外的狀況也是由消防員 來負責這個所有的救助的責任嗎 或者是有其他的做法 其實就我們了解 其實像跟我們很近的香港 那他們就是這個救災跟救護 就是分立的兩套系統在做這個 在現場共同運作共同協助這樣子 對那台灣就不是 台灣就是全部就是由消防隊員 在承擔救災加救護這樣子 對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 在所有的現場 在這些意外事故的現場 在協助民眾的其實都是消防隊員 只是這些消防隊員 他有受過這個緊急救護的訓練 然後有上過課拿到初級中級 或者高級的這個執照這樣子 所以其實台灣的狀況是 就是把救災跟救護這兩件 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全部都讓消防隊員去承擔 那這樣子好或不好 我作為一般社會民眾 我看到的是可能 我只看我可能就是從外面看 我只會覺得說 哇那他們要很厲害 什麼事情都要會做這樣子 對那是不是對於他們來說 這樣也表示他們承擔的責任過重 或者他們在現場需要 這個負擔的東西太多 或者造成一些事務上面 分工上面會不會怎麼樣太複雜 我這個可能要直接問他們自己 會比較清楚 就是他們自己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只是說國外有些做法 其實跟台灣確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剛剛是香港的意思來講 救災救護 他被認為是兩個專業或是兩套的系統 對 這樣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台灣 似乎這兩個系統是被結合在一起的 那看起來會覺得說這群人是非常厲害 可是事實上從某個角度來講 他們的責任他們的勞務也 說不定是更加的龐大 更加的過重不是嗎 對對對就是他同時會兩套不同領域的 這個專業技能這樣子 對對對這個其實蠻辛苦的 然後 呃 所以其實其實我聽說啦 有一些消防隊員他們其實比較期待 就是台灣未來能夠走向分立的這個制度 對那只是有沒有這樣子的機會呢 可能要比較長期的努力這樣 分立當然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個是假設他在系統上 他必須要去一致 那至少在人員的這個所謂的 工作的工作者的這個數量上面 就是人員的增補上面 他當然是一定要到位 可是在我們過去訪問消防員的這個經驗當中 消防員告訴我們說 其實很多地方的人員是不足的 所以上次發生新屋大火 這個是因為他們必須要從不同的單位來去 就去調人 但是因為他們在本身的單位是不夠的 所以這些災難才會發生 所以即使不管是一次到位也好 或是分立他都必須要去 至少在這個勞動條件上面 他必須要做一個非常好的準備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 他的專業其實也是很難很難發揮 對我非常贊成這件事情 而且我其實覺得啊就是 呃 我覺得政府單位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重視這件事情啊 因為他其實是個公共事務 因為就在救護他服務的 就是不特定的社會大眾 就一般的社會大眾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政府公共事務 應該要出來管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 那個消防署 消防署 是不是能夠 認真的來檢討一下這個現況啊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在人力上面解決的問題 不過另外一部分 可能是在涉及到這個法規 因為人力還沒有解決之前 這個法規可能就會讓他們 陷入到一些困境 那剛剛談到這個陷入困境的原因 是因為這救護人員是被排除在 剛剛談到的這個愛知條例 這些相關的規範裡面 所以呢就有人會覺得說 你應該把這個消防署人員是放在 這個愛知條例的規範 就把它當作是醫事人員了 不管是別的法律的解釋 或者是在這愛知條例相關的修法 當中為什麼 因為這個條例他會有一個 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HIV的感染者 你必須要自我揭露 可是他的問題就軟了 如果你是一個HIV的感染者 第一個你未必會知道自己感染 那第二就是說 你知道自己感染之後 你敢不敢說 因為在台灣的這個社會環境裡面 其實對於HIV 其實充滿了非常多的誤解 甚至是一種不友善的狀況 一旦說了他的後果 就是在現場救助人員的 會怎麼態度去面對他 那可能充滿了一些不確定性 那如果在一個混亂的狀況底下 你說了聽到人就很多 那別人怎麼去看待你 這個也會在心裡面 嘗試很大的壓力 那這真的是一個解決的好方法嗎 我其實可以這樣說 就是因為在那樣子的 剛剛提到的兩個字非常好 很混亂的現場狀況這樣子 因為其實消防隊員期待 就是不管修不修法 艾滋感染者都願意主動的告訴他們說 自己有感染艾滋這樣子 站在我的位置呢 我其實比較想要 我可以同意一點就是說 我們願意鼓勵感染者 就是你如果覺得那個環境安全 然後身邊沒有你不希望在的人 在的的話 那你願意講可以講這樣子 對 那可是如果那個現場 因為其實很多的救災救護的現場 是很亂的 然後什麼人都有 可能還有隔壁的大媽經過 她也覺得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那個有時候其實很難夠 百分之百的期待說 就可以怎麼做 即便你可能真的願意信任 這個消防救護人員 你其實也希望說 保護你也保護我自己這樣子 你真的有這樣希望 可是現場不見得允許你這麼做 我指的那個允許 是客觀條件上的允許這樣子 對 所以 但就我們的了解 其實消防隊員也知道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他們其實只是期待說 如果可以講 那就盡量講吧 那也沒有一定 因為 就像主持人剛剛提到的 他們也知道說 其實 不要說台灣 任何地方都有人是 其實自己有感染 但是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感染的 對 所以就是 永遠都有這樣子的一群人的存在 所以任何的這個 制度規範都沒有辦法 在這個期待上面做到百分之百 對 除了有些是不知道之外 有些可能是他也不願意講 因為他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難言之隱 這個難言之隱 可能包括 他的人際關係 人際網絡會受到影響 他在文化上面 我們對這樣的感染者的一種誤解 或是歧視也會 他在這個重能面前當中 可能就抬不起頭來 如果他自己選擇了不講 那這樣的感染者會怎麼樣嗎 會被有什麼樣的處分嗎 以目前的這個愛知條例的規定 就是如果你是在規範在 應該要主動告知的對象裡面 而你沒有主動告知他 目前就是醫護人員 你沒有主動告訴他的的話 可以被科行政罰還 對 目前的規定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是愛知條例裡面的規定 可是假如這個醫事人員 他就是或者是像目前警消不在 這個愛知條例的規範範圍裡面 在強制要告知的這個範圍對象裡面 可是警消可以另外去提一般的民行士 如果他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對他產生很巨大的傷害 或者他就是提送也是人民的權利 對啊 所以他當然可以走一般的民行士的 這個訴訟路線是可以的 這邊就會出現一種兩難 你講的話 其實是可能自己的隱私就會被揭露出來 那如果你不講的話 事實上又會去妨礙到這個救護人員 或是醫事人員的安全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面對 一種兩難的這種情況 除了講或不講之外 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去解決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尷尬這種窘境 或是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公共 可能某種程度的一種公共危險的問題 這個很有趣 就是其實像我們感染者在跟我們反映 因為目前法規的規範就是 感染者一定要告訴醫護人員嗎 那感染者在跟我們反映這些 就如主持人剛剛描述的這些現場困境的時候 我們就跟感染者一起共同討論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那你法規要求我要講 那可是我真的不敢直接講艾滋這兩個字 所以我就用其他的說法來替代 例如說我就說我有血液傳染病 或者我就說我有一些傳染性疾病這樣子 那請你要幫我爆到傷口的時候要注意這樣 對 這個其實是我們長期以來都是跟感染者們講說 說可以這樣替代 但是這有跟醫師的研究護人員 他會施行這一種默契嗎 其實血液傳染病這幾個字還滿具體的 說真的 對 血液然後傳染病這樣子 對 雖然他的血液傳染病不是只有艾滋 像B型肝炎也是 C型肝炎也是這樣子 只是一般人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說真的 我們不怕B肝我們也不怕C肝 那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會擔心的 真的會在意的也就是艾滋了這樣子 對 那除了這一種所謂的模糊 或是某種默契式的這種所謂的處理方式之外 另外一種可能是不是 我們就應該在這個醫護 或是在這個救援的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覺得如果可以講 他當然是必須要儘量講 或是某種默契的方式講 也是一種方式 可是另外一種方法是不是有可能 是在於說在這個所謂的救護的過程當中 基本的SOP 基本的防護 我們都應該 不管是醫院也好 或是所謂的消防署也好 都應該提供充足的這種所謂的訓練 或是充足的 至少在設備上面的安全性的這種考量 對這個當然是 其實不管是艾滋感染者或是 就是回到一般社會大眾的位置 我們對於醫護警銷這種專業人員 我們期待一定都是這樣子 那我也相信 醫護警銷自己本身自己也會 就是希望在他們的 不管是培養過程 或者是訓練過程 或者是再次進修的過程裡面 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去接觸這一方面的東西 因為說真的 這個就是他們擔心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簡單的做一個結論 就是其實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文化的問題 這文化問題 是我們對於這個所謂的HIV感染者 艾滋感染者的一些恐慌 甚至在誤解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可能是在於我們這個解消人員 他在所謂的勞動條件上面 他負擔的事情實在是太多 然後他們的設備 或是救護的這種所謂的裝備也不足 那當然在法律上面的解釋 恐怕也對他們不利 而這都是我們可以去阻力的方向 對嗎 嗯哼 是 沒有錯 那 這個啊 其實這整個 整個所有的事件 不是只有這一次消防隊員 或緊急救護的這件事情 包含衣事警銷 所有 長期以來的個別的零星事件的積累 其實都是一個台灣非常 就是都在反映台灣怎麼看待艾滋這件事 那因為其實很多國家 其實絕大多數的這個國家 像德國英國他們 法國他們都不要求感染者 在看醫生的時候要告知醫護人員 他們都他們連這樣子的規定都沒有 所以也更不要說是這個消防啊救護啊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就是我們台灣在面臨的問題 所以我們自己要來思考一下它背後的一些東西 這樣子 今天非常謝謝儀惠來接受我們訪問 讓我們對這樣的一個議題有比較多的面向 或是不同的角度來去理解 這個消防人員的這個勞動的處境 也包括這些愛吃感染者的在這個社會上面文化的處境 謝謝儀惠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給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再會 謝謝拜拜 謝謝